專輯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一件事情 那就是太棒了 終於遇到暑假特產了 對了你看一下超人 超人是先原地出現在從天上掉下來 他也是傳說對決第一個從天上掉下來進場的角色 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暑假到了特產多 還有樹上的產也開始叫了 台中還在下大雨 聽說嚇到都淹水了 我的天啊 天佑台中 好吧那一開始我們就來射射射 把這隻小土豬先射掉來增加我們的經濟 超人跟洛克還有勇 哇雙射手下路超爽的 等一下可以撿頭撿到爽囉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超人 超人直接衝進去跟洛克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欸加油啊超人 嗯怎麼手殺天啊太扯了吧 超人只碰到洛克一下下 我沒有看到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我看到小地圖是 超人就這樣跟洛克輕輕的碰了一下 洛克就從地圖上消失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 還有對面是怎麼回事 不愧是暑假 三下路耶 這是這個 這一個是 If 怎麼會這樣 好吧那一開始算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超人就很帥氣的把洛克擊殺了 就在地圖上欸 牠就這樣 嬰 believed 這樣飛過去洛克就直接被擊殺掉了 我覺得這場最扯的是 我從頭到尾就是出一件小裝備 然後就把對手殺的不要不要 你也可以說我剪頭剪的不要不要 我只能說我們這場的超人 真的太罩了 其實這場我原本是要介紹 凡恩跟惡魔的微笑究竟有多大 但是從頭到尾 我的對手都不斷的走過來送頭 天啊 這預牢獅是排位場 那該有多好 每個人都希望遇到理想的排位場就是 對面有一個傻逼 永遠過來都在送頭 好了好了 那這樣古靈老布 就直接被蝙蝠祥和超人都收掉 原來我們這堆是一個正義聯盟 那我是算哪一個 你看你看洛克又走過來洛克又走過來 洛克往前一頂之後 繳了一個瞬移直接在塔下 被正義聯盟給殺掉 嗯 這一場的對手真的是太優質了 我才出到一件小髮球就已經203 這個戰績真的太神了 尤其是用凡人欸 太棒了 難道越南體驗伺服器也有暑假特產嗎 哦 對了 對了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說 該怎麼申請越南伺服器 越南伺服器不是你下載就直接能夠登入的 而是呢 你要申請體驗符的資格 他不定期的開放 請注意傳說對決體驗符的官方網站 這次體驗符改動了不少 尤其是井 雖然很多人說井這次改強 可是我覺得他最重要的一技能 就是翻滾之後加速的那一招消失了 這樣 哇 其實我覺得井消弱欸 而且一技能的傷害也消弱 雖然大絕招噴中的人可以降低 對方最高200的護甲 不過 我還是覺得井的精髓是一技能啦 大絕招能噴中所有人的機率真的非常低 好吧 我從下路走到上路就這樣 又撿到了一顆頭 其實我覺得翻滾之後大絕招世界蠻完美 只是沒有空間給他發揮而已 現在 那麼多人都可以抓到 反而我們的葡萄之公主在中路那 現在我要跟超人下去下路 把這個斷手的洛克人給擊殺了我加油 超人其實這場超人玩的都蠻好的 他除了一開始很精彩 欸 洛克人你要跑去哪裡啊 回來啊 兄弟 兄弟回來 吃個金標 來來來 發給你喜餅 我一直覺得凡恩丟出去這東西 很像月餅 希望能出一個 中秋節版的凡恩 好 現在我們的上路 古靈老墓 擊殺的古靈老墓 古靈 古熟的古 樹靈的靈 很老樹木 它是一顆千年神木 好囉 那這個洛克又在送頭了 太棒囉 特產特產666 這個是怎麼回事啊 納克羅斯 被超人一個隔山打牛 被直接撞到歪頭耶 剛剛是隔著一面搶 超人只用他的雷射眼一電 納克羅斯就被電到暈倒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太棒了 這一集簡直就是最棒了 越南體驗服 暑假特產特級 從頭到尾對手都在送 不論是打野 下路 射手 全都在送 連上路的古靈老墓都在送頭 好吧 那這時候我們就繼續的拆塔囉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台中一直在下暴雨 聽說路感還下到淹水 真的好慘喔 台中已經很久沒有下過這種暴雷雨了 其實在外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安全 尤其是台灣的地上 你看再配合那個濕濕滑的地 呼不起來常常走路在騎龍 然後就哎呀 就滑倒了 就跟剛剛洛克跟超人一開始一樣 什麼事都沒做對方就滑倒 我們的納克羅斯在耍寶 納克羅斯你是要去哪裡啊 在我們家回補欸 我是建議他自殺啊 不然這樣 我跟他隔著牆相望 他就這樣深情的對看我一眼 就把這顆頭獻給我了 這一場 喔 古靈老墓跟我們的葡萄之姐姐在中路會戰了 加油啊 葡萄之姐姐 讓他知道 現在加強版的葡萄之姐姐 究竟有多強好 古靈老墓在前面噴射了種子 他知道自己要死掉 開始散播自己的後代了 直接把對面的 我還往前衝欸 勇氣可嘉 那我就把你燒成火柴肉 納克羅斯又衝過來了 對面的特產大隊 過來喔 過來過來 讓BBC哥哥哥直接送你回溫泉塔 我們的超人虎視丹丹想要 去撞那個勇 哇 我們超人攻擊力是有多高 對面就在麥當勞歡樂送欸 我的天啊 不要再送了 我才出一個小髮球 就已經進入神的境界 這一場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體驗服真的是最佳體驗的地方 讓你覺得自己是傳說對決的神 就來傳說對決體驗服 好 他們的古靈老墓衝了過來 草莉又頂了回來 看來又是一個麥當勞 雙送頭 買一送一再送玩具喔 我對面的勇還想分力一搏 射了一個大絕招 我就這樣又丟了一個紅標 又撿到了一顆頭 我現在戰績704 而我的裝備就是 我才想秀一下惡魔微笑有多好切坦 沒想到對面就直接 又來送了一顆頭 好吧那對面的特產大隊 就這樣投降 這就是我今天 這個暑假開始玩傳說對決 遇到最扯的一場啊 那你有遇過什麼 最扯的傳說對決的遊戲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分享喔 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復給你這場 真的笑死我 希望對面不是全中理 要是我的話早就全中理 怎麼會是完成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最精彩的擊殺就是超人 那一瞬間直接把洛克 給秒殺那個鏡頭 超神 一顆小把球就打到超神 暑假特產 欸超人應該是MAP 他玩的超好的耶 705 我戳到小把球 就已經殺六個人 我的天啊 對面還沒有人中理耶 太有品了各位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專頁 菲尼克打野的布布恰恰 祝你暑假快樂 掰掰